這間平革青年女社以前是卡爾頓縣監獄 又稱握大華監獄 曾經有死囚在裡面復犯 記者和攝影師來採訪 還要在裡面睡一晚 心裡雖然有點害怕 但也難掩緊張興奮的心情 未進去就已經見到窗口有監獄遺留下來的黑色鐵枝 很有氣氛 雖然外觀沉實古舊 但搭入大堂接待署 原來一點都不陰心可怕 狀王簡潔現代 家具和擺設都跟一般青年女社分別不大 不過望真點 通往樓上房間的大門 仍然保留監獄時期用的門 彷彿提醒入住的人這裡的歷史 建於1862年的卡爾頓院監獄 使用了110年後 於1972年改裝成青年女社 整間青年女社一共有108個床位 分為單人房、雙人房、四人房、六人房、 8人房和14人房 來住的多數都是背包客 房租由每晚加幣29元到96元不等 基本的水、電、冷暖氣、無線上網 加上酒吧、電視室等都有 當然設備不會像酒店那麼豪華 但都幾乾淨 這是普通的背包客風格的房間 未拿房之前 採訪隊就先四處參觀一下 了解一下這裡的歷史 其實這裡每天都有副設導賞團 給住客和外人參加 踏入門後是上房間的樓梯 梯間保留當年監獄的設計 在空隙裝有鐵網 防止囚犯這條樓梯自殺 而樓梯級與級之間 都有細小的懸孔 方便肉質監視囚犯有沒有打架 或是逃獄 沿途在樓梯上 見到每層都仍然保留當時監獄的大門 一路走 越來越接近整個導賞團的重點 就是頂樓的死囚路房 終於到達頂樓了 燈光陰暗 加上不知是否心理影響 感覺凍凍的 令人有少少無骨悚然的感覺 慢慢走入死囚室的走廊 更加覺得忍心 即將行刑的死囚 會通過這條走廊 經過其他死囚的監獄 去到行刑場 當年的監獄為了增加死囚的心理壓力 如近受處決的日子 就會調到來營場與院的監獄 令囚犯感覺死期將近 復發前必定走過其他死囚的囚室 等待處決的囚犯 就會覺得死神又走近一步 去到位於後樓梯位置的繳營場 門後淡淡的紅光 令到場面更加陰森 這是鞛困場的住室 這是所屬於威圓的工作坊 在家人的工作坊 在那裡 其實一位最終工作坊 在加拿大 的工作坊 中文字幕——YK